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修建的一条跨境铁路桥梁 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是中俄两国之间的第一座跨河铁路桥 开通后 从黑龙江经过通江到莫斯科的火车距离将缩短约809公里 单程旅行时间缩短10小时以上 它连接了黑龙江省东北部的通江市和俄罗斯东部的下列宁斯科耶市 桥梁总长7194米 包括一座4979米的静静桥和一座2215米的主桥 其中主桥的1886米路段在黑龙江 329米在俄罗斯 该桥的货运量为每年2100万吨 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每小时 该桥具有两种轨距标准 俄罗斯1520毫米轨距和中国1435毫米轨距列车 都能通过 同江中俄跨江铁路桥的建设于2014年2月开始 于2021年8月17日完工 现在已经举行了通车仪式 按照中国企业的建设速度 其实花不了那么久时间 2014年11月 黑龙江路段的大桥完成了一半的建设工作 但俄罗斯还没有动工 到2016年7月 中国境内的路段已经完工 但俄罗斯负责的桥梁直到2016年12月才开始动工 因为俄罗斯施工进度缓慢 2019年3月才完成大桥两侧结构的连接 黑龙江上的主要结构是南北走向 由20个110米刚制贯穿横架跨度组成 该项目还用于开发一条连接中国东北铁路网 和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网的国际走廊 该地区的温度最低有零下40摄氏度 在桥梁建设期间遇到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天气 温度太低 水流结冰 无法正常搅拌混泥土 施工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材质 在项目现场建造了一个1万平米的温室 以减轻严寒对施工的影响 他们还在工地上安装了锅炉 将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使用锅炉的温水去搅拌混合混凝土 这座桥被设想为两国之间的重要运输走廊 该项目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桥的建成将结束中俄边境没有跨河铁路桥的历史 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 有望加强中俄之间的贸易联系 让两国之间的货物自由流动 促进东北亚的贸易 这座大桥也将缓解满洲里 和随分和陆地港口的压力 购物流动 起来 好 评 foi